锤吊诸天 一千一百二十四级 准备 北风几个人 都是感知到了 窟窿那个身躯之下 即将隐隐爆发的力量 皆是侧目 而后眼观鼻 鼻观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 窟窿也是渐渐压下了 那一股嗜血的冲动 只不过隐藏在窟窿气血之中的 那一丝邪恶本源 壮大了不少 参见宗主 一道人影无声无息地 出现在北风等人的中间 身躯并不高大 却是给人一种 晴天巨人的感觉 北风等人起身 皆是供身行礼 对没有感知到 宗长夜的到来 众人也没有表示出什么 毕竟宗长夜修为深不可测 此地又是对方的小世界之中 嗯 看来你们都是有所收获 很好 你们能够闯过索妖塔 就证明你等都是天骄 只希望你等不要怠慢 努力修行 宗长夜点了点头 目光在北风身上停留一会儿 而后开口说道 不要迷失本心 唯有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去吧 一挥手 一股让北风等人 无法抗衡的力量传来 直接把北风等人 排斥出了这座小世界之中 当北风等人离去之后 宗长夜的脸上露出一个怪异的笑容 下一刻又消失不见 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只是恍惚之间 北风等人已经从宗长夜的小世界之中 出现在主风之下 诸位 在下先行一步 北风对着几个人点了点头 又要离去 师弟 既然我等聚集在一起 已经算是难得 不如由在下坐东 一起品品茶 一道倾笑声响起 已经恢复至中年人模样的枯荣 站出来提议说道 景洪想了想 而后点了点头 少宗主说得没错 物以类举 人以群分 我等都是宗门之内 最为顶尖之辈 自然呢 应该相互之间 多多走动一番 北风确实笑着摇摇头 向着三个人棘手 不了 多谢师兄好意 在下还有要事要处理 改日自当登门拜访 我也需要回去闭关修行 就不多打扰少宗主了 白冰说完 也静止离去 留下景洪神色尴尬 比景洪脸色还要差的 则是枯荣 好半场 枯荣他压下了 心中生起的暴怒 怎么可能听不出来 什么改日登门拜访 只是托词而已 自己堂堂少宗主 修为帝君境巅峰 居然如此的不给自己面子 当下他也是没有了心思 只是暗中记下了北风 与白冰两个人 枯荣也是向着景洪说 师弟 看来今天不太合适 我等改日再聚吧 如此甚好 景洪的脸色也不太自然 勉强一笑点了点头 目送窟窿离去 景洪自然不会再去窟窿 前去品茶 还嫌气氛不够尴尬吗 白冰师姐可是第一组的后人 都是有这个底气的 只是此子 却是难过了 景洪摊了摊手 一脸玩味的笑容 这窟窿现在可是宗门少宗主 前途无量 不出意外的话 今后更是宗主 如今北风确实得罪了窟窿 没有给半分面子 景洪好奇不已 此子哪里来的底气呢 北风没有去理会众人的想法 对于北风而言 唯有实力才是道理 只要自己够强 只是一个少宗主而已 看不顺眼直接撸下来 北风也确实是心情急迫 自己早就能够突破了 根基扎实无比 只不过因为缺少关键的资源 才卡在了原地 如今空剑园已经到手了 北风哪里还有什么心情 去敷衍枯荣 直接离去了 回到住处之后 北风取出自己 宗门宝库之中得到的晶体 放在眼前打亮 这就是空剑园 天之痕之中最高的品质 与大地之母同等级的存在 北风看着被封印在晶体之中的 那一缕如龙一般的气流 双眼放光 人黄静 指日可待 北风翻手 收起了晶体 喃喃自语 这一次 可不能够如之前那般 上次是运气好 我可不能够总把自己的生死 放在运气之上 这一次 一定要选择一处安全的闭关之地突破 北风自语着 想起上次突破时的情形 那就是后怕不已 要是当日李霞直接动手 扩散的力量 这要稍微地波及到自己 自己也会力量紊乱 直接陨落当场 有了这一次教训 北风怎么还敢在宗门之内突破呢 北风不带犹豫 直接动用身份令牌 向吕布传令 让其汇聚十对营 在原地等候自己 北风悄无声息地 出了万古天宗的阵法 向着蛮荒大地的深处赶去 而数百万里之外 有着一座巨大的山谷之内 却是一片湿山血海 云奔此地可谓是生机勃勃 鸟语花香 在天地灵气疯狂增长的情况之下 所有的草木都是欣欣向荣 妖兽实力每日增强 但是从这一对数百人的舞者 出现在此地之后 一切都变了 巨大的山谷之中 生活着超过百万头的妖兽 这些妖兽的实力 最强者达到了人黄境 最弱者也是百年境 可现在这些妖兽 无一例外 尽数地浮尸在了山谷之中 海量的血液 撒满了大地 无数的花草 被这些妖兽的血液浇管 生长得愈发的妖艳 数百十对营的舞者面无表情 在吕布的一声令下之后 汇聚在一起 一把把战刀 痛饮无数的血液 让刀身都呈现出了 妖艺的血红色 一滴滴血液自刀身低落 数百人却是安静地可怕 连刀身上滑落在地面的血滴声 都是能够听得见 数百人如同一个整体 气息相连 仅仅只是随意地站在一起 但是认真观察之下 确实能够发现 每一个人站的位置 都是恰到好处 可怕凝如实质的煞气 缭绕在众人的身上 如同地狱之中 爬出来的可怕魔鬼 惊天的煞气 足以让同境界的舞者 一身实力 在十对营面前 发挥不出气场 十对营特殊无比 类似各大家族培养的死士 如从宗门培养的盗兵 只不过十对营众人的状态 更加特殊 不是透支潜力 而是激发潜力 让每一个十对营的舞者 潜力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开发 这也是为什么入宗时 没有检查出来丝毫异样的原因 相比诸多死士和盗兵 顶多封皇境极限 十对营众人的极限 是在帝军境 帝军境已经是很可怕的存在 在各大宗门之中 都已经是顶端的战力了 每一个宗门的人数都不多 一旦十对营完全地成长起来 那就是数百的帝军境 最为可怕的是 这数百帝军境宛如一体 形成战阵的情况之下 就算是天地境 也抵抗不了 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视频 这 diyorum 兄那个 也要用 那么这些 WR n '